人一生中,来来去去的人很多,却极少数可以作为自己,大多数都是观众,所谓的观众就是旁观者,就是笑看你的臣服起落,自己却是你人生中的参与者,分享你的快乐,分享你的悲伤,自己不一定天天在一起,每天都见面,吃喝玩乐,相互吹捧,而是懂你,在精神上支持你,从心里心疼你,在乎你, 鼓励你帮助你,在你有所不足时,执政你,在你失落时,安慰你,真正的自己,是一份懂得,一份相知,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,你过得好,他心中而已,你过得不好,他从心里着急,喝心痛,自己又如一杯金茶,淡然中轻入心田,有时候,有一声问候,一句关心的话,甚至是简单的一行字, 却能进入心间,温暖着内心,自己,不用多说话,没有必要天天联系,在彼此心中都有联系,心有灵犀,有时候,一份关心,一次疼心,便一切尽在不言中,便是留下永久的感动,我们每个人,都需要一个真正的好朋友,和真诚的自己,就和自己, 是低于父母,高于一般朋友,但比爱人差一点点,他却在两者之间行走,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知己,在疲倦时,有人体贴,在委屈时,有人安慰,在满腹心事堆积如山时,有个耐心轻轻的发,在压力增加 无处是怀事,能有人默默陪在你身边,知己生自亲人,他总是乐意默默为你付出,知己,犹如亲人总可以为你付出一切,哪怕上刀山下火海,他都心甘情愿,在所不辞,因为一生只有你,不需要你给我任何承诺,不需要你任何回报, 只愿为你付出,朋友知己,是一丝丝的小语,稀粒粒,像一杯咖啡苦涩中微微的甜,甜的是那般切忌,知己是爱与爱之间的呼唤,知己,起心与心之间的交流,一杯清茶就像一辈子的知己,越和越让人清醒,一杯酒,就像是情一世的请情人,越和越让人陶醉,君子爱茶,爱他的代价清香,君子爱茶, 好酒,好他的浓厚,茶香吧,酒下饭,时光如此,生活并如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